你好 歡迎收看5月15號的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花蓮縣在今天新增了1065例的確診個案 現場協中會表示說 5月16號以後可以施打第二次追加劑 也就是所謂的第四劑 對象包括了65歲以上長者 長照機構住民 還有18歲以上經過醫師評估 因為免疫不全 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民眾 就可以來預約施打 我們還是希望說 能夠趕快把我們鄉親的第三劑 疫苗能夠打好打滿 然後把他們的第三劑的疫苗追 覆蓋率能夠提高 針對於已經打完第三劑的 這些66.8或是52.4的 這些我們的鄉親 如果要打第四劑的話 那我們目前的規劃還是在 我們的醫療院所 因為畢竟醫療院所 在花蓮每個地方都比較多 在醫療院所來做接種 會比較方便 那目前來講 我們的規劃是如此 即將開啟的 這個快篩羊之後 醫師加上 醫師問診之後 開診斷書給藥 這三個程序 因為怕我們的偏鄉地區 有一些數位落差 所以 我們明天會把這個 特約的我們的診所 問診的診所 這個診所都會裸列出來 讓我們在 比較偏鄉或山區或者是 南區的鄉親 可以 可以運用電話 可以運用電話 不需要視訊 可以電話直接 醫生和你直接問診就可以 他就可以給您 這個診斷之後 您若確診診斷了 然後他就會開立處方 之後 那個藥物就可以直接送達 或是 可以直接送達到您的府上 所以請 不要擔心 我們的 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輩 或是七十五歲 他不會開視訊 他只要打電話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電話 這些的 無論 濁溪萬榮豐賓 都還有 我們診所 像這個 南安 南比安診所 哈比新診所 還有 布花豐賓 原住民分院 這三支電 這個也都可以用 所以請大家好好的運用 那另外呢 因為有非常多的 這個家長 這個大專院校的家長 一直反映 他的這個孩子 讀大專院校 在外地讀大專院校 那 確診以後 這個學校端要他們回到 這個戶籍所在地 來這個居家照顧 的部分 而當中 家長要到學校去接 學生要透過不同的交通工具 一直轉成回來 戶籍所在地 來做居家照顧 這樣子的風險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在這個 今天的 CDC的會議當中 真未有提 是不是 請CDC 這個協調 我們的教育部 還有 國防部 讓我們的 在地的 營區 可以 在這個 當地 成立 強 加強版 防疫旅館 直接 讓我們的 無論是 軍人 國軍 或者是 學生 就直接在當地 能夠接受到 這個 照顧 這個居家照顧的 部分 不用奔波 奔波 回到戶籍所在地 對 既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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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